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家庭烘焙乐 烤箱清洁小技巧 二客厅空间利用 隐形书架的魔法 三节能减碳生活 家用电器省电妙招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家庭烘焙乐 烤箱清洁小技巧 当然 亲爱的烘焙爱好者们 欢迎来到家庭烘焙乐的小课堂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烤箱清洁 这个话题跨越了时间的长河 从古罗马时期的烤面包工人 到今天的家庭 烘焙大师 每个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如何让我们的烤箱保持像 刚出场时那样的光鲜亮丽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知道烤箱清洁的 最大秘诀是什么吗 那就是 不要使用烤箱 但显然 这对于烘焙爱好者来说 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的烤箱是 我们艺术创作的画布 是我们美食梦想的伙伴 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它们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那些真正的小技巧 这些技巧 可以让你的烤箱清洁工作 变得不那么繁琐 一预防剩余治疗 在烤箱内放置一层铝箔 或者烤箱专用垫 可以捕捉掉落的食物残渣 当然 你得记得在每次烘焙后 检查并更换这些屏障 否则 它们可能会变成烤箱内的烤骨发现 二 蒸汽清洁法 加一碗水放入烤箱 加热汁沸腾 让蒸汽软化烤箱内的污垢 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古代的蒸汽域 只不过 我们的目标是 清洁烤箱 而不是自己 三 天然清洁剂 使用一些如苏打粉和醋 这样的天然清洁剂 将苏打粉撒在烤箱内 然后喷上柱 它们会起反应 并帮助去除污渍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烤箱内 进行一场小型的火山爆发实验 四定期深度清洁 每隔一段时间 给你的烤箱一个深度清洁的机会 这就像是给烤箱一个spire 让它从繁重的烘焙工作中恢复过来 五 利用字节功能 如果你的烤箱有字节功能 不妨利用起来 这个功能就像是烤箱的自我冥想时间 它会在高温下烧毁所有的食物残渣 让你的烤箱焕然一新 记住 保持烤箱的清洁 不仅能让你的烘焙环境更加卫生 还能提高烤箱的效率 确保你的烘焙作品能够完美呈现 所以 穿上你的围裙 戴上你的橡胶索套 让我们一起迎接一个更加干净 更加高效的烘焙未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客厅空间利用 隐形书架的魔法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客厅空间利用中的一个小巧思 隐形书架的魔法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纸质书籍似乎正逐渐成为一种古董 但对于我们这些 钟情与职业和墨乡的人来说 书籍永远是心灵的适量 然而 随着生活空间的缩小 和简约生活方式的兴起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展示 和珍藏我们的宝贵书籍 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时 隐形书架就像是一位魔术师 轻轻松松地将这个问题 变成了一场视觉盛宴 隐形书架的设计 巧妙到令人嘖嘖称奇 它通常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坚固的金属片 和一个巧妙的固定机制 当书籍被放置在这个金属片上时 书的封底遮住了金属片 使得书架本身隐形了 书籍仿佛在空中自由悬浮 为客厅增添了一抹神秘与现代感 想象一下 来访了朋友走进你的客厅 看到一堆堆书籍悬浮在墙上 他们的表情一定是从惊讶到好奇 再到赞叹不已 这不仅仅是一个书架 更是一件艺术品 一场视觉的魔法表演 而且 隐形书架还有着极大的灵活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空间的需要 自由组合书架的位置和数量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墙面艺术 无论是整期排列 还是错落有致 隐形书架都能完美适应 让你的客厅空间变得既实用又有趣 不过 记得在使用隐形书架时 要注意承重问题 毕竟魔法也是有极限的 我们不希望一场书的与从天而降 虽然这也许会成为一段佳话 但显然不利于维护我们珍贵的藏书 总之 隐形书架 不仅是客厅空间利用的一个聪明选择 更是一种 让人们重新发现书籍魅力的方式 它提醒我们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偶尔停下脚步 拿起一本书 让心灵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 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节能减碳生活 家用电器省电妙招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节能减碳 古人云 节能一样得 而今我们说 节能一样地球 在这个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 企鹅都快穿上比基尼的年代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为地球的未来尽一分力 那么 如何在家中 使用电器时做到 既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 又能为地球的绿色未来 贡献一份力呢 下面 就让我以一种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大家揭晓家用电器 省电的妙招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个 家电界的能耗大户 冰箱 冰箱是家里唯一一位 24小时不休息的工作者 他的勤奋值得我们点赞 但是他的能耗 也让我们的电费账单哭泣 要让这位勤劳的家伙 变得更加节能 首先要做的 就是不要让他吃得太饱 冰箱装得太满 空气流通不畅 效率就会下降 所以 适当的减肥是必要的 此外 定期清理冰箱背后的灰尘 保持晒热良好 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 接下来说说空调 这位夏日里的清凉食者 冬日里的温暖守护者 要想让他更节能 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设定合理的温度 夏天不必将室内温度 设定得像北极 冬天也不必让室内暖的 像撒哈拉 每条高一摄氏度 或条低摄氏度 都能节省大约10%的能耗 此外 定期清洗或更换空调浴网 保持空调的呼吸畅通 也是省电的关键 洗衣机也是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家伙 它帮我们洗净衣物 却也洗走了不少电 要让洗衣机更节能 可以选择使用冷水洗涤 因为加热水所消耗的能量 占了洗衣技能耗的大头 同时 合理安排洗衣频率和量 尽量避免半桶水的洗涤 也是省电的好方法 最后 我们来说说电视机 虽然现在的电视机 比起古董级的CRT显示器 已经节能许多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看电视时喜欢开着灯 还要边吃临时边追剧的人 那么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 边看电视边 做些简单的家务 比如折衣服 整理杂物等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开灯的时间 还能让你的居住环境 更加整洁 一举两得 总之 节能减碳并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留心一些小细节 就能为地球的绿色未来 做出贡献 记住 节能不仅仅是为了减少电费账单 更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地球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用智慧和行动守护 这个美丽的星球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家庭烘焙乐 客厅空间利用和节能减碳生活 三个话题 在家庭烘焙乐中 我们分享了烤箱清洁的小技巧 让你的烤箱保持光鲜亮丽 在客厅空间利用中 我们介绍了隐形书架的魔法 让你的客厅变成一个视觉盛宴 在节能减碳生活中 我们提供了家用电器省电的妙招 让你既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 又为地球的绿色未来贡献一份力 烤箱清洁 隐形书架 家用电器省电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技巧 实际上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改变 保持烤箱的清洁不仅能提高烤箱的效率 还能让你的烘焙作品更加完美 隐形书架不仅是客厅空间利用的一个聪明选择 更是一种让人们重新发现书籍魅力的方式 技能减碳不仅是为了减少电费账单 更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这些小小的改变或许并不会立刻改变世界 但它们却是我们每个人为地球未来所做的微小贡献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什么样的小技巧来保持烤箱的清洁 或是利用客厅空间或是节约能源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家庭烘焙乐 空间利用和节能减碳的小技巧吧 记得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